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宗老师 我们来看一题 凤山高中的断考题题目 凤山高中在哪里呢 在高雄的凤山区 在南部的学校 还算是一间蛮不错的学校 来他说 这一个圆的圆心为52 然后半径是20 圆分布在1234向线的面积 分别为R1 R2 R3 R4 来这个东西 他问你R1减掉R2加上R3减掉R4 他的面积是多少 有时候我们在看这种圆的时候 就哈老师 我又不知道这个怎么算 各位同学圆是一种对称的概念 上下对称左右对称 其实处处都有对称 好来 那我们先来给他简单标一下 来这边 好来我随便给他标一下 好来这里我给他标个52 OK好来所以52 这里是13 所以这里是12 所以这里是5 OK好圆是一种上下左右 通通对称的东西 嗯老师呢我该怎么做 我们可以利用他一个对称性 什么叫一个对称性呢 来你看好咯我们这样给他画下来 好来这边是5我让他这边也是5 好我让他这边也是5 OK然后呢我让这边再做一个 这边是12 这边是12我让这里也是12 所以你看了这里是12这里是12 这里是5这里是5以这一块为准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9块面积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9块面积 那这9块我们到底是怎样做呢 来我们再重新再画一个圆 我用这个概念来给你解释 你看好咯 来我把圆画在这里 来看好咯 来这里是一个圆 OK来他现在给你上下两条 然后现在给你左右两条 OK好来我现在左边给你一条 上下给你一条 OK所以这一条这边也有 OK然后左边给你一条 可以哦来我右边给你一条 好大概画一下 然后你会发现哪一个区域是R3 这个区域是R3 你会发现上下左右通通对称 所以这个区是不是也是R3 所以这个区是不是也是R3 对不对 来你告诉我 老师中间这一块中间这块你会算 为什么 你看哦 这里是5 这里是5 所以这里多少 10 对不对 这里是12 这里是12 所以这里多少 24 所以这一块面积是不是240 没错 这一块面积 我用黄色粉笔画一下 这一块面积很明显的就是240 那这里是不是也是R3 可以哦 所以现在4块我不知道 我跟你讲哦 这4块不一样哦 所以这里我们叫A 所以这里我们叫A 然后呢 这里我们叫做B 这里我们叫做B 好你画好的时候 我们开始把我们的主角填上去 好老师主角是谁 主角就叫做所谓的X轴 跟什么 对没错 跟我的Y轴 所以这里叫做X轴 这里叫做Y轴 来这个时候请你回答我 R1是谁 后老师这个R1可大的 来R1是谁 R1就是在第一向线这一块 它是一个A 加一个B 加R3加240 它是A 加B 加R3 再加240 有那R3就是R3 我们就不理它了 来R2勒 R3加B R2勒 它会等于R3 再加B R4是谁 A加R3 R4是谁 A再加上 R3 R3 好来所以这些条件都有了 所以我们利用到这种对称性来看 来R1我们看一下 它是A 加B 加R3 加240 扣掉R2 减掉 来R3 加B 再加上R3 R3 还是R3 这边最后是减 减掉R4 它是不是A 再加上R3 好 来所以可以消的 我们尽量去把它消掉 这里有R3 这里有-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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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A 然后呢 这里-A 这里是B 这里是减B 夭壽 都冲没了 剩下240 对没错 这里的答案就是刚好是中间那一区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你看哦 如果我把这两个正的变成一国 所以这边我们甚至可以得到一个小结论 什么结论 就是把第一向线的区域 加上第三向线的区域 扣掉什么 第二向线区域 加上第四向线的区域 会等于中间这一块区域就是240 没错 我们还得到一个蛮有趣的结论 OK 就这个答案 所以这个题目其实难不难 不难你懂一下语言的这种对称性 其实就蛮OK的哦 OK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来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订阅分享 OK下方都有资讯栏 我们可以加入会员哦 我这个礼拜就会把我的线上课程 新的线上课 还不是统策 还不是那个指考总复习 指考总复习6月才开始 我们会把我的这一段时间 所收集到一些题目 我们的新的课程 我们把它放到线上去 到时候我会把所有跟我合作平台 全部都让各位同学知道 OK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记得关注我 OK 拜拜